上述駁回就是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判决是认为被告等人 成年人共同对儿童犯杀人罪 对被告苏慧云处无期徒刑 此夺公权终身 对被告何恳贤处有期徒刑18年 对被告李家为处无期徒刑 此夺公权终身 何怡婷认为被告薛慧云是本件 虐童案的主导者恶性严重 原审两处无期徒刑 应属适当 被告李家为虽然不是本案的主导者 却是108年1月15日凌晨 殴打疑女婴罪凶残者 所以是造成疑女婴死亡的最重要的原因 何怡婷认为虽然他有认罪 但是此一事项与其犯罪的残忍程度相比 尚未达因此改变一神良刑的程度 所以原神两处无期徒刑 已属适当 被告何恳贤不是本案的主导者 其犯罪手段也不是罪凶残者 所以何怡婷认为原神两处有期徒刑18年 应属适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